听说世界杯纪念品卖到了 那小薰怎么能错过呢 世界杯纪念品商店一进来 就有一个巨大的卡特尔世界杯用球 看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 这个围巾也是中国制造 这么可爱的拉一部衣服 当然是也是中国制造了 看到了一群饺子皮 拉一部 看看 没错 又是中国制造 太可爱了 这还有很多手机壳 金色的这种装饰 大黎神碑嘛 金光闪闪 看一下 多少钱一个 也是中国制造 这应该是 46厘二一个 相当于 价值92人民币的手机壳 但是你看它这个设计很巧妙 上边是各个世界杯球场的这种图案 我觉得还是挺 这个设计还是挺巧妙的 我背这个金光闪闪的东西 也又吸引到了 一个小的 类似徽章的东西吧 顶上有拉耶谷 还有 Final Map 决赛 又或 一些卡特尔世界杯的元素的标志 这个 114厘二一个 相当于 200多块钱人民币 又是我们中国制造的 我发现了一个很具有阿拉伯文化的方巾 卖的还不便宜 大概500多人民币 这个是巴基斯坦制造 终于找到一个不是咱们中国制造的了 这个比例还是挺小的 看 这个框子里 这是各种拉一步 拉一步 拉一步 各种拉一步 是 采购意识爽啊 打回去就 遭罪了 看 两个大包 真的 这个世界杯周边的纪念品 真是卖的太狂 刚才租租台队能有 40多分钟 而且呢 刚才我从工作人员那儿 就是这里的一天的营业品能够达到 200万米二 相当于人民币的400多万 所以为什么要举办世界杯 这恐怕就是其中的一个元素吧